哈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Eric非常荣幸跟着我们的高雄婚礼设计工会呢 来到了我们的R23堂仓会长中心 就是我们的桥头堂场的北面 我们看一下这一整面呢 真的之前呢都封锁起来比较少开放 现在终于整顿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代表我们桥头堂场的文创的一个烟囱 也是我们桥头堂场的一个象征 历史的一个象征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四周 还是呢非常有历史的风味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整个呢 地方呢在重建之后呢 包括我们桥头资产各啊 经理师都还在这边呢落地生根呢 然后要好好把我们的桥头堂场 好好的发展起来 看一下我们这绿油油的一片 就是要举办户外婚礼 还有停车还有一些办活动的一些地方 真的是腹地非常的宽宽非常的大 不使用是非常的可惜的咯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要跟着我们的导览员 带我们来一窥我们超过堂场 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防空洞 哇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期 美军建就是帮我们这样子建造的吗 美军这边要躲起来的时候的防空洞 是不是 你看这边还有设计成小火车 大家坐在小火车厅 我们导览员呢 解说我们超过堂场的历史 所以呢真的是别有风味 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相传是可能已经从清朝时候的勾取 然后呢这里呢是一个喜乐教会 OK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勾取一个部分 所以呢这整个就是古道 就是从清朝来的时候呢 一些水源啊灌溉啊 或者是储水的地方 OK 所以呢这整片呢都是历史将近 历史有百年了啦 OK好所以呢超过百年以上了 所以你看这整片的 都是就是一副有历史的 有味道的一个勾取 对不对 味道不是真的味道 是有历史的轨迹 好不好 现在我们也在这里走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参观 我们朝堂场呢 以及呢整个规划成我们的一个 婚礼的一个设计啊 宴会厅之类的一个地方 好现在我们沿着这里一直走 一边听导览员呢 跟我们解说 这整个差不多当场的历史 好看一下看一下 好这融合了现代与 历史的一个轨迹 哦这里就是古龙水道 对这里就叫古龙水道 就是我们的水取勾取的意思 OK接下来呢大家看一下 这附近呢就是就满了花草树木 然后非常绿意暗 非常有古代的风格 风味 OK真的也是留下历史的一个轨迹 好的 现在呢我们现在在沿着这里走 大家看一下 好生态天雨萱你知道是哪里吗 就是洗手间 等一下呢听说这个洗手间带我来 等一下我再拍摄给大家看 不过呢在进入天雨萱之前呢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因为呢我们即将要进入 我们的婚宴的一个主会场 就是这里没有错 大家看一下 哇这整个呢 你说里面就是一个空间 好让你办活动 所以里面呢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都要自备好 例如说你要 你要叫外汇啊 或是布置啊 各方面呢 的话都是要自己去设计这样子 OK 好接下来你看设计 你看这个设计婚礼设计公司 好在这边布置 好所以可能明天 或什么时候可能一场婚礼之类的 好所以这是属于我们的 会场情境部这一部分 那我们上面的灯呢 也都是非常的绚丽 好非常的 非常的有那个feel OK 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音控室 OK 看一下我们整个音控室 OK 有音响喇叭 播放的地方 好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 里面呢 婚礼设计的一个 一个地方 广场 这样子室内广场 现在我们走进来我们的新娘室 来看一下 这就是新娘室 好 都是应有尽有 有镜子啊 有镜子啊 桌子椅子 应有尽有 当然还有厕所 我们厕所照一下吧 所以呢 就是一个新娘室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先走出户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瀑布的滑梯管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听说呢 就是让小朋友来这里游玩 亲自来这边游玩 所以呢 因为不过因为要门票 所以我就没有进去 那看一下这整个腹地很大 然后整个设计呢 都非常的可爱 卡哇 对不对 好 我们往前看一下我们的大瀑布滑梯管 好 我们的整个滑梯管可以容纳90人 有150瓶 好 音乐时间都有秀在这边 哦 一个人要120元 应该可以来体验看看 OK 好了 现在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走 我们还要再去看另外一个 会馆 而且这个会馆是走向比较西式风的 好 freestyle的风格 有没有发现 很像piano 酒吧 什么那种风格 或爵士餐厅的风格 好 觉得非常的棒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一些家 家庭企业 如果有时候要聚会啊 家庭日啊 人数没有很多的话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办理 这里至少应该可以容纳 二三 二三十个 绝对没有问题 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爬上楼梯呢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阁楼 可以从阁楼上面眺望下去 好 所以呢 我就爬上来 拍摄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整个从上面呢 哇 看一下上面都是走工业风 都是设计工业风的一个氛围 这样子 好 我们下面有导演 人员在跟大家解说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整个 这一个部分 也都可以摆一些 位置 大概应该可以容纳个二十桌吧 十几二十桌这样子 二十楼比较小型的婚宴馆 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听雨轩呢 没有错 这是厕所 名声问题总要解决吧 好 所以呢厕所 听说厕所还有得奖呢 设计有得奖 所以呢 那整个呢 你看这个设计就是 就是 就是很美 很幽静 很优美 然后有历史的足迹 而且又非常的 非常的宜然自得 好 我们现在走到另外一边户外 你看重满了树藤 然后呢 旁边还有水池 水池里面还要养鱼儿 好 看一下这里的听雨轩 听说有得名 十股的生态天一圈 荣获第十八件 建筑园智奖 推荐优质景观奖 掌声鼓励婆 现在催了去 所以呢 我们得到一个景观奖 非常非常的难得 好 这里就是水池了 就是我们的渔池 没有一些鱼儿 鱼儿水中游 OK 现在我们现在继续往外走了 好 再往外走之后 我再拍一次 我们的整个里面的一个感觉 就是 就是非常的 鼓翼暗然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整个 听雨轩 服励也蛮大的 不是只有厕所 它连造景各方面都有设计 好 我们现在走出来了 看一下 要继续往回走 这一整排就是 就是整个 鼓唱的一个设计 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要搭幸福小火车吗 不是 然后跟大家介绍 要搭幸福小火车 好的 那我们又走到外面了 代表我们的桥头唐厂文创的一个烟囱 还有我们各位伙伴呢 继续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R23唐仓会场中心 整个设计 幻染一新 别有一番滋味的一个新的景象 这样子 OK 好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桥头唐厂的北面 也就是我们的R23唐昌会场中心 你看 这里还有举办婚礼 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好日子 所以呢 我们就来拍一下吧 看一下人家喜欢户外婚礼的百事专员婚礼 喜欢婚礼的户外婚礼来到这边 办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风味 OK 好 有我们的好和文创 这里有物三 物三就是好和文创吗 OK 好 他的名称就是 都是 就是物几物几这样子 OK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 刚好 有一台油缘车经过 OK 我现在往前看一下 照一下我们会场布置 已经在 在紧罗密谷的布置了 因为晚上听说有一场婚宴了 OK 真正是祝福新人 百年好和 白头到老 所以呢 这个设计呢 整个会场布置都算好自己 OK 我们石谷 唐昌 结婚 好 婚礼 这边户外的一个举办 好 他也在这边举办 OK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往前往前看一下 你看 哇 从无到有呢 整个户外布置 就是要从无到有 所以呢 桌椅啊 气球 花朵 一些特殊的设计 也都是要精心的去挑选 精心的去设计 OK 好的 好 看一下这整个 户外的一个 氛围 这样子 那这里呢 就是斗鸡塞啊 OK 我们的外汇 外汇 这一桌 里面的摆桌 开始要准备摆桌了 OK 桌椅都准备好了 那布置呢 也紧锁密鼓 在布置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幸福产业 婚礼 可以在我们的乔头堂场举办 婚礼会场 各部分呢 让大家来过一个 与众不同的一个户外婚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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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